好 同學來看一下這一題要求什麼 這一題要求平均 來 平均要圈起來 平均速率 OK 來記得速率要怎麼算嗎 叫路徑長處理時間 所以平均速率 速率我們把它叫V 平均我就加一個bar 叫Vbar 平均速率 OK 正確算法叫路徑長處理時間 路徑長處理時間 各位同學只要看到平均 就一定是照定義去算 OK 看到平均就一定是照定義算 各位看到這個圖 竟然給我什麼 給我VT圖 來 什麼叫VT V叫速度 T叫時間 V叫速度 T叫時間 為什麼我知道 因為這個V竟然有什麼 有正的跟負的 來 速度要管方向 如果在S軸上運動 正的就是往右 負的就是往左 OK 速率是不管正負的 因為速率沒有方向性 所以這個圖叫速度跟時間的什麼 關係圖 往右為正 往左交負 考慮速度 要考慮方向 這樣會不會 正負代表方向 不代表大小 同學要進來拿回來的 各位同學 要算路徑長怎麼辦 來 應該會了 看一下 發現呢 這裡有一塊什麼 它的面積 它的面積 來 面積象徵什麼意義呢 來 面積象徵速度乘時間 速度乘時間 不就是位移的大小 就是距離的大小 對吧 那你發現這裡還有一個面積 注意喔 你要跟T走去圍喔 很多同學算錯 就是沒有跟T走去圍 OK嗎 那一看發現不得了 來 老師 前面這個T型叫什麼 速度正的去走出來的距離 叫位移為正 同意吧 相反的這塊三角形 是速度負的去走出來的距離 叫位移為負來 要算速率 不管這個正負的啦 對不對 因為要算路徑長嘛 路徑長是走過路都算 往正的方向 往負的方向 都是算你走過的距離嘛 所以這T要求的話 來 怎麼求 應該會了 只要做什麼就好 把這塊面積算出來 就是它前面這個時間走的距離 再把後面這個面積算出來 就是後面這個時間走的距離 再除以我要的時間 叫30秒 OK嗎 算出來就答案了 OK 好 那我們來算算看喔 我們來算算看喔 來 前面這個T型呢 我應該會求啦 我應該會求啦 上底呢 是0到10 所以是10 下底呢 是0到20 所以是20 OK 高呢 是0到15 所以是15 來 上底是10 下底是20 上底加下底是30 30 30除以2是15 OK 15乘15叫225 所以前面這個T型面積 225 OK嗎 來 後面這三角形呢 老師我會了 這時候 底多少 10 啊 糟糕 高 高多少 竟然不知道 沒關係喔 來 這一條是一個斜直線對不對 所以我們看一下來 這裡剛好是一塊什麼 三角形 然後這個三角形呢 發現 它的底是10到20 底邊也是10啊 最厲害了 這一塊三角形呢 跟右邊這塊三角形呢 剛好形成一個什麼 全等三角形 對吧 全等三角形 所以這個底邊10 高是15 所以這邊也是底邊10 剛好為15 所以各位同學 他沒給你數字 還是可以推出來喔 還是可以推出來喔 各位這個做錯要再練習一下 來到時候這個面積怎麼算呢 10乘15叫150 三角形面積還必須要幹嘛 除以2 所以除以2做多少 叫150除以2 75 那同學應該會算的 225加75叫做300 300除以30叫做10嘛 對不對 所以這題要我求什麼 求平均速率 注意喔 只要算路徑長就好 不要管正負方向 OK 叫總距離除以總時間 這題選誰最好 應該就是我們的A選項對吧 江同學這題OK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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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